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米技术它的全称叫做CTC 比影像学比其他的标志物更早的 就发现恶性肿瘤 所以它也被誉为 未来医疗行业的五大颠覆技术 纳米它是一个给我们改变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们中科院 我们也是纳米医学的国家队 我们的使命就是最好的科技 是为了更多人的笑容 大家好 我是EcoTalks讲者胡志远 我博士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 现在是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纳米学院的教授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题目是 肿瘤捕手CTC 捍卫生命健康的纳米神探 首先呢 先给大家问个问题 有人知道纳米医学是什么吗 这样我先给大家带来两个故事 这位呢大家应该很熟悉 是苹果的乔布斯 他在56岁的时候呢 罹患了一线癌 不幸离世 可能大家不知道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花了上亿的美金 为了跟病魔作斗争 但是呢 依然只坚持了七年 这位呢 可能大家不认识 这是我们身边的 北京的一位医生 一位年轻的妈妈 她的宝宝才一岁 她在体检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大家看 在这个上面 红色的线和这个绿色的线 交叉的地方呢 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阴影 这叫节节 小节节 只有几个毫米 这么小的节节 就叫摩波利影节节 它呢 在目前的这种影像学手段呢 是没有办法判断量恶性的 但是呢 它因为知道最新建的这种 纳米技术 所以找到我们 我们给它用了 费杰宁这个技术 给它抽了一管血 然后在血里面 我们发现了CTC 所以呢 它就及早地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这个节节呢 最后确诊为恶性肿瘤 EA7 非常早 一个手术 它恢复了健康 又回到了宝宝的身边 所以这个两个故事 说明什么呢 一个是早期发现 一个呢 是晚期发现 所以呢 我们说恶性肿瘤 它是有规律的 它其实并不可怕 因为恶性肿瘤呢 它在身体里面 悄悄地出生 潜伏10到20年的时间 生长 然后突然露出 猙獰的面目 然后呢 吞噬我们的生命 但是呢 我们说 其实在早期 它是有很长的潜伏期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红点 这个我们叫做tipping point 在tipping point之前 潜伏期呢 我们的 对它的这个手段 是非常多的 治愈率呢 达到90%以上 但是过了这个 转折点以后呢 它的这个生存率呢 就不足15%了 所以呢 这两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疾病面前 人人平等 不同的呢 是对科学知识的 掌握跟理解 世界卫生组织呢 在今年初呢 发布了一个报告 其中这个数字呢 挺触目惊心的 尤其是对国人而言 中国 2020年 我们的恶性肿瘤的 发病呢 是359万例 死亡300万例 在全球这两个数字 都是第一 不是很光彩的第一 但是还有一个数字 可能 大家会更加担心 因为如果说 我们一生来计算的话 每三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 死于恶性肿瘤 所以是不是 大家对这个话题 都感兴趣了呢 纳米技术呢 它的全称叫做 CTC Colulating Tumor Cell 循环肿瘤细胞 它呢是肿瘤 转移的种子 所以说它会在 潜伏期的时候 就先出现 早于这个肿瘤出现 因此呢 如果能在血液当中 极早地发现它呢 那会比传统的 现在的手段呢 更早 比影像学 比其他的标志物呢 更早的呢 就发现这个恶性肿瘤 所以它也被誉为呢 未来医疗行业的 五大颠覆技术 这是我们 把它 这个技术呢 做一个介绍 如果我们把这个 血液呢 看作一条河流 我们说的健康的血细胞 我们形容为草鱼 但是里面 可能有个位数的 会吞噬我们的黑鱼 因为这个 血里的这个 黑鱼特别少 几十亿的血细胞当中 可能只有个位数的CTC 所以呢 我们 现在呢 就是 研发了一种 新型的一种 纳米材料 可以用这种 食肉的鱼饵 只吸引黑鱼 不吸引这个草鱼 就如同 在这个 十亿的中国人里面 抓一个逃犯 需要用到这个 天网技术 再叫做 纳米多态技术 它呢 只识别黑鱼 不识别这个草鱼 这也是我们这个 肿瘤捕手这个 名称的这个由来 它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什么呢 大家看这个图 第一步呢 我们叫做这个 生产鱼饵 这是我们的这个 纳米级别的鱼饵 经过数年的研发 我们研发到 它只识别 肿瘤细胞 清合力非常强 第二步呢 就是 把这个鱼饵 装到鱼钩上 就是把这个 纳米多态呢 装到这个 中间这个金色的 这个纳米的磁球上 纳米级别的 第三步呢 就是我们说的 在这个 让这个黑鱼上钩 在血里面 只要几毫升的外周血 我们就可以让 这个磁珠呢 自动地吸附在它的表面 第四步呢 当然就是 把这个 黑鱼钓出来 然后我们再进行鉴定 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大家看这个 背后这个 这是我们跟北京协和医院 做的这个临床试验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非常早期的摩波利影节节 现在最灵敏的 PET-CT技术呢 也仅仅能够达到 百分之五十多的 这个准确度 而我们的这个 纳米磁株技术呢 我们可以达到 接近百分之九十的准确度 所以这个技术呢 它的这个优点呢 第一呢 就是这个 灵敏度高 它比常规的这个 影像学 还有这个 常规的这个 血清的这些指标呢 都更加灵敏 这是我们列的 这个我们做了 这些癌种 它的这个 这个数据 基本都达到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这个准确度 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这个 发现的时间非常早 在这个 很早期的时候 就在我们说的 这个转折点之前 我们就可以在 恶性肿瘤当中 能发现它 在早期发现 把这个治愈率呢 从原来的 百分之十五不到 提升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它的优点 就是无痛无创 就在这个 静脉 采四毫升的 外周血即可 非常简单 也不需要开刀 所以呢 而且它包括的 这个中国 高发的 前十大的恶性肿瘤 从肺癌 胃癌 肝癌 节肢肠癌 等等 它都可以去做一个 发癌种的筛查 所以这就是 我们这个技术 它就是 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是 为什么被誉为 未来 这个颠覆性的 这个医疗技术 可以真正地 去挽救人的生命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它的这个应用 这个呢 是2018年的 这个诺贝尔奖 颁给了两位科学家 他们是发现了 PD-1 PD-L1的 这个分子机制 从而诞生了一个 新的一个疗法 叫做免疫治疗的 这个疗法 这个疗法呢 它是非常神奇 它是让我们的 这个免疫系统去工作 从而呢 去专门只杀肿瘤 不杀我们的正常细胞 因为我们的传统化疗呢 它是 一般叫做杀敌1000 对吧 自损800 对吧 这个 是这个 大家比较害怕的 但是免疫 这个治疗呢 它只杀肿瘤细胞 所以有非常神奇的效果 这就是在这个 它诞生的这个第二年 2015年 就在这个美国 这个美国的一个前总统 吉米卡特总统呢 他15年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黑色素瘤 晚期 已经转移到脑部 医生预测呢 他只有半年的这个存活时间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药出世了 横空出世 他就用了这个药 结果只用了半年的时间 这个整个的肿瘤都消失了 他彻底痊愈了 这个事情当时轰动了世界 所以这个药物呢 我们说他现在 不光是救了这个 说只有VIP才能救 不是了 我们在中国呢 现在已经有 12家治药厂的这个药呢 都获批了 所以在医院里面 都能看到这个药 那是不是我们就解决了 肿瘤的问题呢 还不是 因为他对药呢 只对一部分人敏感 这是我列的这个 它的这个 一些的这个癌种 黑色素瘤 是这个比较好 比较好治的 但其他的像胃癌啊 肝癌啊 这些都是 有效率很低 只有20%左右的人呢 对这个药是有反应的 为什么呢 是他在这个上面 要有他的 PD-L1 就是他把镖的这个表达 他如果高表达呢 他的这个 有效率就高 他如果不表达呢 不仅可能没效 可能还对身体有害 大家知道 我们的免疫系统 是非常 非常精巧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的 就是说挑选 合适的这个患者 我们这个肿瘤不守 CTC技术呢 就可以做到这个 这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们就刚刚完成的 一个案例 非常成功 这是在这个浙江省 肿瘤医院的 一位患者 他呢 这个 在这个 去年的时候 患了 他已经69岁了 这个 之前患了胃癌 结果后来又发现了 淋巴结结的 食管磷状细胞癌 因为他这个 切除了这个胃的话 他就不能再切除这个食管了 所以呢 只能选择用 放疗加化疗的这样的 就是他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然后呢 这个同时呢 医生呢 知道我们 推荐患者呢 同时用这个 CTC的这个技术呢 进行监测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定量的技术 我们可以知道 它原来多少颗 治疗以后 是不是消失了 来评估它的疗效 结果呢 这个 从这个 第一次我们监测的时候呢 它的确非常的严重 两号升的血里 就有24颗CTC 循环肿瘤细胞 非常多 而且呢 都是阴性的 就PD-L1这个把镖呢 也是阴性的 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因为他就 可能没有机会 用这个神药了 但是他就一直在监测 我们每隔 差不多一个月呢 就给他做一次检测 第二次检测 11颗 但还是阴性 第三次检测呢 9颗 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转机 有两颗CTC 变成了PD-L1阳性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把冷肿瘤变成了热肿瘤 就是这个放疗和化疗起了作用 这时候 他的这个把镖出现了 这时候我们就赶紧告诉这个主任 主任就 给他加了这个PD-L1的这个单抗 随后我们就一直给他监测 其实一次 两个周期治疗以后呢 他的这个 这个把镖的这个阳性的CTC呢 就消失了 就证明非常有效 持续监测 因为他一旦起效呢 他是一个长期有效的 结果经过了 也是大半年的治疗 他在今年的 这个11月的时候 我们最后一次测呢 终于 他的这个CTC呢 归零了 然后他去做影像学的评价呢 这个肿瘤也都消失了 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说的精准医学时代 我们现在可以 真正地去做到一个 个性化的用药 非常精准地去一个检测 而且 只需要抽血 所以我总结一下 CTC呢 是精准医学的未来 它呢 可以对多个癌种进行检测 各种上皮源的这个癌呢 都可以检测 而且呢 它具有灵敏度高的这个特点 不需要开刀 而且现在我们又可以 有这个手段 去检测它上游的 上面的这个分子 可以给它分形 从而指导 这个患者用药 达到一个真正的精准治疗 所以它的这个 适用人群 有三类 第一个当然是 健康人群 这个筛查 第二个就是患者 这个针对治疗过程当中 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它可以 在这个上面呢 去找它的把镖 这个它看看 它治疗的效果 有没有归零 如果升高的话 可能是耐药的 这个它可能要及时地 调整这个治疗方案 第三个就是在 即使它的晚期 也不要绝望 其实我们现在有 很多的新的技术 新的靶相药 现在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抽血 我们看到 有没有新的治疗机会 这个就是真正的 说我们现在可以 用这样的一个纳米技术 我们可以为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提供它的这个技术 所以这个纳米 它是一个给我们 改变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希望大家能够 都到我们国科大 纳米学院来 刚才我们讲的 这是我们科学家的摇篮 这个希望呢 更多的人来到我们 这个纳米的这个世界里面 把以前不能够 不能够有办法 绝症 认为是绝症的呢 我们能够 真的能够治愈它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 这个新技术 能够涌现 从而给大家带来健康 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所以呢 我们中科院 我们也是纳米医学的 国家队 我们的使命 就是最好的科技 是为了更多人的笑容 谢谢大家 完整版新制视频 请这一刻TalksAPP观看